股价闪崩 市值跳水 中国的光伏业是真的不行了 早在去年的时候 就有专家说光伏行业已经进入底部了 然而专家的话上予以绕梁 今年的光伏行业就已经深不见底 光伏业一个曾充满阳光的行业 现如今却被乌云笼罩 停产 放假 裁员 已成为了光伏行业的常态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连被称为光伏界茅台的龙基绿能 也未能幸免 股价市值双双大跳水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据相关媒体报道 6月6日 中国光伏巨头龙基绿能大跌超6个百分点 到了6月7日 龙基绿能跌势依旧 收盘后 龙基绿能市值仅为1268.6亿元 曾经到过5500亿元高峰的光伏锚 如今的市值已少了4000多亿元 而导致本资下跌的原因 则与一则传言有关 据悉 龙基绿能在马来西亚的光伏组建厂 将从本周开始逐步关停 越南电池片工厂的5条产线 已经全部停工 随后 龙基绿能也做出了回应 龙基绿能创始人兼总裁 李正国对外声称 受大环境影响 东南亚光伏产能 确实面临一定的问题 但我们正在评估和分析 未来的调整策略 与此同时 从6月6日起 美国针对产自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和柬埔寨等 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品 为期两年的关税豁免 正式到期 这也就意味着 从此包括东南亚四国在内 所有出口 美国的光伏产品 均将恢复征收 14.25%的201关税 因此 中国光伏企业 通过东南亚设厂的方式 在出口美国的这条路径 就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受此影响 不仅仅是龙基绿能 其他的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光伏企业 也出现集体杂盘 仿佛这是有人约定好时间 大家进行的一场集体行动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 除了龙基绿能 其他的如金奥科技 军达股份 通微股份等 光伏概念股的 当日K线走势 都出奇的一致 如果将这四家公司的 日K线放到一起 估计都有可能会重叠 就像机器复刻出来的一样 不过 金科能源 天和光能 阿特斯 三家头部一体化企业 没有跟随上述走势 事实上 在东南亚建厂的这条路径 对于中国光伏企业来说 甚为关键 2023年 美国光伏电池片进口方面 自东南亚国家进口额 为4.6亿美元 占其总进口额的70% 美国本土组建进口方面 来自东南亚国家进口额 为125.1亿美元 占其总进口额的82.7% 然而 乌鲁片逢连业语 欧盟则在一年多前 推出了净铃工业法案 关键原材料法案等系列文件 意图减少进口 提高本土供应链 欧盟和美国的一系列政策 无疑都会对中国光伏出口 带来重大挑战 当下的情况 对于中国光伏企业来说 或许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刻 光伏寒冬到底什么时候会过去 光伏大佬们也陷入了沉思 实际上 早在十多年前 中国光伏就经历过欧美的一次联手绞杀 2011年开始 美国和欧盟相继开始针对 中国光伏出口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随后带来的影响是 中国一半的光伏企业倒闭 如今光伏巨头龙基绿能股价剧烈跳水 如此恐慌性的下跌 仍属罕见 就连百万股东们也感叹说道 最近一两年 在龙基身上 早已经找不到当年光伏毛的影子了 受龙基影响 整个光伏板块迅速走低 就在光伏头部企业集体跳水的当天 几家头部一体化企业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 今天光伏概念股的集体跳水 可以视作是光伏行业 近期利空的再一次集中释法 本来国内光伏市场价格就已经卷到不行 光伏装机增速不及预期 光伏人每天都活在降价 财源 停产 退市 讨薪的各种负面消息里 但是无论如何 光伏企业想要平安过冬 在这场大洗牌中幸存下来 至少还有海外市场可以依仗 用海外市场赚到的钱 特别是美国市场赚到的钱 来补贴国内市场的亏空 但是现在 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东南亚产能 也出现了问题 这让光伏企业们陷入了集体恐慌 而第一个爆出问题来的 其实也是龙基绿能 硬是凭一己之力 将一场正常的海外产能调整 演化成了整个行业的利空 据接近龙基的消息人士透露 龙基绿能在上周早些时候 其位于越南电池片工厂的五条生产线 也已全部停工 听闻此消息 本已焦虑不已的光伏人 一下子炸了锅 值得注意的是 每次一出现负面舆情 都会在第一时间辟谣的龙基绿能 在此次的公开回应中 并没有正面否认上述传闻 这才是最要命的 除开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带来的影响 当下光伏产业链各环节都已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 从多金硅料 硅片 电池片 组建的主链都卷得格拜血腥 据报道 在五月的时候 硅料就已低于四万元每吨 这已经在不少厂商成本价以下 对此 股市对于光伏概念股也做出了反应 卖于私聊起家的通微股份 在这一两年时间 从三千亿高峰跌到了千亿以下 市值仅剩980亿元 天和光能 天能股份等涉足光伏领域的上市公司 市值则分别跌落到400多亿元和200多亿元 对于光伏产业面临的困境 那些所谓的专家则显得很淡定 甚至还有专家坚定地认为 光伏产能不过剩 要相信未来 其实 争论到底过剩不过剩 残酷的市场会来验证 去年 李振国就曾经说 未来两到三年 一半以上的光伏行业制造商 可能被迫退出市场 光伏产业面临挑战之时 另一个处境 颇有些相似的产业 则是汽车 近期 欧美对中国汽车出口 也正在采取相应措施 去年 中国汽车登上了全球汽车出口的王座 出口一举达到了491万辆 超越了长期霸占汽车出口第一的日本 高兴近还没有过去 压力就来了 5月 美国宣布对光伏等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 针对电动汽车的关税 由目前的25% 提升至100% 预计 欧盟委员会从7月4日起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临时关税 除了外优之外 还有内患 这几天 汽车大佬们云集重庆车展 最核心一个话题 就是卷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红呼吁说 大家这样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应该有大格局 长期主义战略 而不是眼前拘卷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舒福也说 任何产业的健康发展 都必须表现在投入产出比方面 要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无穷无尽的内卷 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其结果就是偷工减料 造假售假 不合规的无序竞争 曾庆红还说到 在新能源汽车占有率达到50%时 要研究推动油电同权措施 支持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均衡新能源与燃油车发展节奏 诚然 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起步阶段出台一些扶持政策 是有一定必要的 长期而言 这对传统能源车企业并不公平 时下 无论光伏还是汽车 都需要有一个 注重公平的良性竞争环境 有形之手也应该收一收了 但是淘汰赛还是会继续